据中国台湾网10月9日报道 大陆方面依法对苏贞昌 有希昆 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实施制裁 这些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家属 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任何与他们有关联的机构 被限制与大陆有关组织 个人进行合作 他们背后的金主再也不能在大陆牟利 分析人士称 一些岛内企业为苏贞昌的女儿 民进党民代苏巧慧 提供政治现金 这些金主都在大陆有业务 台独分子被制裁后 这些金主会立刻撤资 不敢再接台独顽固分子的电话 2020年苏贞昌的大女儿 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竞选时的政治现金有500多万元 这些资金都转给了苏贞昌的三女儿 苏巧纯 长期以来苏贞昌及其子女 接受了数千万新台币的政治现金 他们被制裁后 这方面的资金来源就会被切断 党内分析人士称 从大陆方面的动作来看 这可不能是玩假的 因为绝不是只列出他们的名字 还包括和他们有互动的机构 而且是终身追责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调 台独顽固分子凡是数点忘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大陆方面将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 追究刑事责任终身有效